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刚做完任务 粉丝就失忆小强 说他们一定来了个厉害的拆架贼 想让小强过去帮个忙 居然欺负粉丝 这就不能忍了 赶紧过去搭把手吧 这人很小强啊 居然蹲在飞机旁守人 快点把他解决了 小强还要回家整理物资呢 OK搞定无人机 咱们把这人也给灭了吧 过去 原来他是个武士养 大意了 一下子被他近身砍了这么多伤害 好痛呀 咱们拉开点距离再和他刚 天天的情况下 是很难打得赢武士的 这人的伤害也太高了吧 一刀差不多三百的伤害 输出太恐怖了 小强根本扛不住牙 现在被武士大脑凝散 咱们完全没有防守的机会 你们看配合击退的效果 这人一套就把小强给灭了 这次大意了 还以为这是个普通的拆架贼呢 小强也是再次回来 打算找那个人复仇 不过这人貌似回去了吧 小强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他 过去 这场小强想要回家的时候 居然被这大脑也偷袭了 这人抓实际抓得太好了 小强完全没反应过来 现在两个队友都被打倒了 小强状态也不好 看着又得再两一次的呀 这人真是够恐怖的 果然最后还是有些倒下了 好不甘心啊 小强也是再次来到粉饰了营地 这次咱们得认真了 其实打武士非常简单 只要保持距离就可以了 咱们站在屋顶上 只要他上来 我们就立刻换位置 虽然这人的输出很爆炸 但只要不被扛中 那一切就不是问题了 我的妈呀 不小心被他扛了两刀 不断差点就破了 这人的护甲也是特别厚 小强打他只有二十多的输出 真是能扛能输出呀 果然是个科技大佬 小强也是告诉小伯 让他不要靠近打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开麦的缘故 一直贴身去钢 近身肉搏怎么可能打得过武士 简直就是着虐猎嘛 小强也没办法 只能尽力输出了 要是能换掉这个大佬 那这波也完全不归 或许还把粉饰也送走了 难受呀 现在他的护盾被打破了 是个好机会呀 咱们赶紧追上去 不得让他给逃了 没想到这人这么能跑 就让到了小强溜了个圈 别以为这样就能甩掉小强回家去 咱们赶紧追求他 千万别被他跑掉了 哎呦他来了 我们保持距离 要是挨上一两刀 小强就微信了 其实武士这职业的缺点 是非常明显了 只要被人放纷争 那基本是凉定的了 嘿嘿 现在咱们就采取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的战略 要是现在被这人给溜掉的话 那小强就尴尬了 哎呦 这大佬恼羞成怒了 使命的追着小强看 干了明显是没用的 咱们完全可以秀一秀他 小强也是固着皮 一不小心跑远了 等一下 最后被这人抓了个空子回去了 真是好无奈啊 事后我也是找他聊了一下 发现这人性格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有点皮 这大佬的装备很强啊 是个极品的锯石刀 我去 这本机也太变态了吧 两个13和一个12 看来只顾甲的配件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怪不得小强打不动 装备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在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